到了星期五 今早上港股事前分析 我们的讲题是 港交所308 短期阻力在238.2 很明显 有阻力位就算反弹 刚才标题都说了 就是这个位 这个是什么位呢 短期重现阻力位238.2 就是上个月11日的低位 这个低位 反弹就是看这个位 如果你说再弹一点 过了这个位置 站到上面 那就可以看什么位置呢 我们看一个下降通道 看一个下降通道 这里有高位 今个月2号高位268.6 还有这个明显高位 15号高位253 推到最远那条 那点就是8号低位 245.2 形成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就失手过了 譬如他的例子 前日17号 跌到231个月 已经失手了 收市位计算了 昨天就继续下跌 但是收市位计算了 回到这里 那么下降通道底部 支持是否失而复得呢 那今天都会 今天或是下降日月1 都可以确定了 那今天的下降通道底部 在230.21附近 230.21 大家看着这个位置 还有昨天的低位28.6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看到的呢 阻力线支持线就都没有了 那我继续下来看看 又不是可以画到另外一条出来 好了 那就主要是看这个了 主要是看这个 那你可以多画一个 这个这个没那么重要 也可以画给大家看 就是如果你说由这里 度到这里 这个位置就是刚才说过的288.6 268.6 268.6 那这点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11月21号高位296.6 那这里一样拉到下降通道 去到这个呢 是 这个是上个月11号低位238.2 那这样说呢 那条下降通道的第一步 如果要下市就有 还有很多位置 好了 那不要看这么背着 不要看这么背着 我们就看另一个了 这个就是日线图 另一个是看什么呢 还有一条线 刚才画漏了 过了的话 过了这个238.2 这一个 有一个中约左的位置 是 1月10号低位243.8 那这些 当然了 你过到这个位置就当然好 上边就再看什么 当然是看这个的 11号高位253.6 不要看这么高 另外呢 如果你说这一个 这么急的升浪 回落的0.618倍量度 跌风目标是多少呢 那这个就肉眼望 应该变成了 由支持变成阻力的了 我们从200元01线 2022年的10月31号低位 升到上去 这个升浪的终点 374.1 去年1月9号高位 回落0.618倍量度 跌风目标是266.5毛半 266.5毛半 那么一早就是 放了大约 放大约 放大约看不到 对不起 放大约看不到 没办法 266.5毛 是不是6呢 我看不清楚 256.5毛半 OK 那么 之前曾经弹过上一件 弹过几件 刚才说过的269.2 那么 很快就下回来 记不得找到什么 再下回来 情况就是 差劣的 短期形势 广告所 看看五岸主要技术 分析仕都应该很淡的了 因为全部利淡 没错 全部利淡 所以短期形势 显著向淡 是我们不应该 短线投机者 不应该入市买入 这只广告所的